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天卫士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斯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我们的节目是由海伦凯乐林芷林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的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请您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资深的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的到来 心理方面的专家余季静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的到来 先了解今天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有人说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可是我的梦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我从十七岁开始写歌 音乐就是我们最美丽的梦 可是现实就总是那么重复 在他们眼里 我的梦想就是一文不值的梦 看起来是一段关于梦想的内心独白 但是大家都知道 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他们都是为了寻找保护爱的方式和手段的 让我们请出这样一对 在梦想和爱情之间挣扎的福气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号31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歌手 女嘉宾小婷29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 今天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是来请求我的爱人能够支持我的音乐梦想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比较爱好音乐的一个人 然后我对音乐只中抱着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也是理想 我的爱人一直不支持我 所以说就是来到这个舞台上 想请我的爱人能够支持我这个音乐梦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他婚前也比较烂 他结婚后之后还是比较烂 就特别特别懒 每次我都做好饭了 饭都给你盛到碗里去了 筷子给你放好 我去喊你吃饭的时候 你过来过吗 因为平常时候吧 我会找一些灵感 创造一些音乐 刚好你说这个时间里 我刚写了半首歌 这一首歌还没写 刚刚写到一半的时间 你说你叫我吃饭 如果说这时间里 我把灵感丢掉 我去吃饭 就因为一个吃饭 一首歌没了 你每次都是在写灵感吗 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打游戏因为每个人 跟每个人的减压方式不一样 每个人学会给自己加压 同时也学会给自己减压 打游戏是减压的一种方式 那你天天都会做一些家务活 也可以当做你的减压方式 我原本想 可能有了孩子之后 他可能会转变一点吧 我错了 他还是那样 他挣钱吗 偶尔会赚一点 他赚的钱只够养活他自己 你说他挣钱只能够他自己 养活他自己 对 那我们知道怀孕之后 其实家庭的开销就会变大了 对 那你孕期还工作吗 我孕期就不工作了 那他也不 他挣的钱又少 你孕期又不工作了 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他爸爸出去 就是说在那个工地上打工 维持家里 你父亲打工养活你 那你做儿子的看父亲这样 你心里不难受吗 难受 那你帮他呀 你什么时候难受了 记得有一次 他爸爸就是说是 从那个工地上下班回家 回家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他一直在走腰 我就感觉好像是扭了一下呀 当时你都看不见 扭腰之后呢 扭腰之后就在家休息了几天 完了休息好了 还是出去戒热上班 那我的理解 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工地上面 干重体力活的那一类的 是吧 你为什么会对他父亲扭腰 这件事记得这么印象深刻呢 因为我想我给他提出来 我说要不然去 给你爸爸去买药膏吧 就是你让他去买药膏 他没去 对呀 我就感觉他会只是 他的世界里边 就是只有他自己 没有任何人 包括我 当时我肚子的孩子也是 有一件事情 当时他已经把我的心 都已经伤得 快要死掉的感觉 有一次就我们两个在家里 那天天气不太好 下雨的时候嘛 我说你去把衣服收进来吧 他不去 天上已经下起雨来了 当时 亮的衣服有点高 我够不到 我就这么踮脚 我就摔倒了 摔倒当时 就见红了 因为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他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对他说 孩子就差点没保住 就为了他一个小小的去做 如果说当时 你能拿出一分钟的时间来 我都不会发生那样的意外 其实这件事情 我一直非常内疚 每当提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心里边特别难受 因为 说实话 当时我真不知道 你能挺个肚子挺着雨 去收衣服 因为当时 说实话 那个时候 我正在写音乐 因为灵感已经找到了 因为我上一首的音乐 在网上发表的音乐 就是在雨夜里边写的 这首歌 我必须要完成它 因为音乐就是我的梦 但是我没想到 你能去收衣服 现在你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真的 就一分钟 我就不会发生那个意外 是 当时 说实话 主持人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都不爱听 写点东西 大家都写过 但是过后 这顺便会压 那过后什么呀 旋律如果在脑子里 它是美的 它跑不了 词如果在心里 在脑子里 它也是坚实的 它跑不了 非要在那一瞬间写呀 下雨了 衣服要收 老婆怀着孕 收一下衣服 那灵感就没了 我真的不理解 当时因为我特别生气嘛 因为关于 关于到我肚子的孩子 我当时特别生气 从医院回来之后 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这件事情之后 它有没有改善 没有 它逃避 它自己去外地演出了 多久 几个月 到孩子生下来 它妈妈对我特别好 这一点我承认 就我生孩子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危险 它在身边吗 不在 我是半夜 我是半夜去的医院 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我的宝宝才出来 我到半夜 就是说第二天的半夜 才从手足的医院出来 因为大出息 很危险了 对 我当时我就感觉 好无助好无助的 我感觉我从山东 大老远远 远下你们东北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丈夫 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 就连你儿子出生的那一刻 你都没陪在我的身边 而且当时我特别特别 就感觉特别害怕 我当时我就问了 他妈妈一句话 我说妈 我能使吗 我妈就说了 她说 亚东你不能使 不能瞎说 抢救了那么久 那就还挺严重的是吧 对 我那天光输血 就输了两千多 还有四百的血镜 我的天 我就在想 有什么事情 比我还要重要 因为那是你儿子 当时如果说 真要是发生 一点什么意外的情况下 你会内疚吗 我就现在特别不理解 你知道发生这个事了吗 我当时不知道 因为当时在外地 过后了等他 第二点的时候 我妈妈有打电话 打完电话 我几两万港 我就回家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 看到我爱人 她的病房 说实话 特别的难受 真的 我感觉 瞬间就崩溃了一样 就感觉 为了音乐 我的爱人 差点牺牲掉 可别说为了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的老公你放心 我不会死 就是为了我这个海的话 因为我还没回到奶 然后为了你为了海 我不会 你放心吧 你不用担心我 女人呢 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鬼门关之后 她有变化吗 我总以为她会变的 但是她又一次让我失望了 孩子出生没有多久 她又出去了 挣钱去了 她说就 为了你 为了孩子 我要现在我需要挣钱 我感觉 好吧 有了孩子之后 你现在都已经转变了 已经转变了 我当时我也挺高兴的 她去了 就说是一个月左右 当时正好赶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就想 就是说 给她一个惊喜吧 我就从家 从家从下午出来的时候 就坐车去她 演出的地方 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当时在后台 她一点的精细都没有 就特别 就态度特别坚决 就说你走 你现在就走 就撵我 她说这是舞台的后台 不允许一个外人来进入 我当时我就问她了 我说 我说你老婆 我是外人吗 因为我们演艺舞台有规定 就是除了演员以外 不准任何人进入后台 但因为当时我也不是碾你 我告诉你了 我说你先到前面等一下 因为我后边还有一个喷戏的小品 谁知道你一替门 你卖了火照票就回家了 你知道当时 找你找了一晚上 这一晚上我没有睡觉 没有合眼 当时为什么不追出来呢 你知道我是什么脾气 什么性格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追我出来呢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不是过后了 过了几天我回家了吗 而且我还给你补了个礼物 结婚今天日的礼物 我也知道我错了 我把咱们之间的 我搞忙工作 把咱们之间的结婚今天日忘了 主持人 我跟你说一下 那天晚上就是说 因为我去那个陌生的地方 我人生地不熟 我就是一个路痴 东西南北我都不知道 他让我出去等 我根本我就不知道在哪等 我就直接打车 我就去车站买票 我就回家了 我在走了五半米左右吧 我总以为就是说给你机会 让你追悟出来 但是他没有 我很失望 是就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回家了 又挂着带时间回家的 你都想不到他回家是看什么的 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孩子 而是回家为我要钱 我回家最主要的 还是挂着给你补这个礼物 是吗 其实我确实要出单曲 要出自己一个小专辑 因为我写的歌 写的也是很多首的 我想出再出三次首 然后出个自己小专辑 因为录制了 包括那个MV制住了 等等 都需要费用 你感觉我会给你钱吗 那是我的积蓄特别的少 那是我手里边的积蓄不到一万块 因为做这些首歌之后了 需要花四万多块 你说那个时候 我一个小歌手 我上哪拿这么些钱 我不是回家可以商讨这件事吗 对啊 你为了你的梦想 我不拦着你 你可以自己去赚钱呢 当时我孩子还太小了 用钱的地方很多 我不可能说把这个钱拿给你去打水票 那我就看不好你啊 这个钱不叫打水票好吗 我现在我就看不好你 你就不能成功 后来呢 后来我没有给他 就因为你没给我拿那个钱 在这之前我订好了所有是什么 MV制作了 以及那个摄像老师了等等 全部退掉了 就因为这个事 我的信誉度在一场里边 瞬间就落下来了 知道吗 原来每个月都可以报完的档期 演出档期 我现在变成每个月只有两三个档期 那最后我不是给你找工作了吗 你会找什么工作呀 你干嘛 你找了什么体面工作吗 什么工作 保安 那是一个月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保安 每天累得要命 上一天一夜 修一天一夜 其实我不是不肯出去找工作 我也可以找份工作 找一份自己能做的工作 那别人能吃苦 为什么你就干不了呢 就是别人干保安的有的是 那为什么你就干不了呢 但是我需要我做工作的同时 我需要一余时间 我来写 创作一些自己的音乐 时间其实总会有的 你就拿着你这个创作的借口 你就借口 这不叫借口 但是我给你找这个活 你干了吗 我不也干了两星期吗 都不知道 我是从朋友关系给他找的 他干了不到一个礼拜 他跑回家去了 完了工资什么 肯定别人也不能给 我现在我在我那些朋友面前 我都抬不起头来 我就很丢脸你知道吗 等于现在你在工作 是吧 对 从那之后我就 我找到 现在我在沈阳已经找到工作了 找到工作了 我就想了 我现在我就不能过了 等于我要把工作稳定下来 我就会抱着孩子走 你就为了你的梦想 你跟你那梦想过啊 你知道我在 我每天 我车车七毛钱的泡面 我在一年当中 学艺音乐一分钱我的不证 只能靠一些上演来补读之际 我没有靠家里 给我一分钱 这玩意你委屈什么呀 但是我感觉 音乐的道路是我的梦想 音乐是我的梦想 我想每个人都有梦想 梦想没有错吧 但是我坚持这么久 梦想没有错 找到今天 踩着别人的肩膀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认为错 我是 我一个要求的不高 我要求的也很简单 就是说每个月 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我愿意在家里边相夫教子 我不希望你在 你是我的男人 你是我的老公 我不希望你 就是你每 每天每夜的 就是说在外边熬夜啊 吃不好啊 不管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我不想让你在外边飘舞 你懂吗 其实你的感受 我能理解 我也知道 但是我为了音乐的梦想 我坚持了五年 这五年来里边 我受过风风雨 没有人能理解我 你从来没有打电话 问过我老公你幸福吗 你在外边怎么样 吃得好吗 住得好吗 我每天吃着 起房间放便的时候 我跟谁说呢 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是想请你 再继续支持我这个梦想 有错吗 脚下的炮 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我们不谈什么梦想 不谈什么现实 你愿意追梦吗 那就把眼泪擦干 那么软弱 追什么梦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对于你内心中 有一个评价 就是你其实在很多人眼里 是一无是处的 但是你自己 却用你所谓的音乐的梦想 来燃烧自己 而且把自己捧得非常的崇高 你就是一块什么呢 拒绝融化的冰 所有人靠近你的时候 只能感受到冷冷的一种冰度 没有任何的温度 所以你呢 我个人觉得第一 没有责任感 还有一个非常的自私 其实我就是作为这个姑娘 刚才你说 她以前就很懒 结完婚之后也许就好了 很多女性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哎呀 这个人结婚之前挺不着调的 结了婚就好了 这个人不顾家 没事 结了婚就好了 结果发现结完婚还这样 结完婚这样没事 等有了孩子就好了 结果忽然发现有了孩子还这样 等家里遇到大事的时候 也许人就能清醒了 遇到大事还这样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这个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小伙子 你得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你继续这样 走下去的话 我是觉得 你不要让你的梦想 摧毁了所有的人 就刚才赵川老师说的 你的梦想 不要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牺牲别人的生活的质量 来维系自己的一丝的私欲 那你没有任何的 你的灵感 也不会给你带来好运 你的歌曲也不会唱得有灵性 知道了 因为你的情感本身来讲 是非常狭窄的 里边没有爱 只有冰冷的自私 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逃避 你如果要追求你的梦想 就放过你的妻子 让她找一个好人家 好好过就行 但如果你对她有所眷恋 如果你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你也不希望自己以后一辈子孤独到老 我就希望从你妻子口中走口入魔 走出来 她都不嫌弃你做一个保安 你还不能为她做一些什么吗 好 谢谢 谢谢阿姆老师 谢谢 这位先生我们俩先做一个小测试 或者游戏好不好 请你在现场观众当中来数一数 有多少观众是穿着黄色衣服的 八位 请问穿红色的有几位 绿色的 蓝色的 白色的 知道吗 告诉我 不知道 其实刚才这一个示范 当你过于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刚才的黄色 你会视其他颜色而不见 当你过于关注于这个音乐的时候 你也同样 你的老父亲 你的妻子 孩子 甚至还有很多很多 你都视而不见 而这个世界呢 它不仅仅是由黄色来组成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多彩的 当你说这个世界就是黄色的时候 那一定是狭隘的 所以说 当你眼睛里特别想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狭隘的 所以我们说 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是为你自己的感觉而活 那么其他的部分 就都被你忽略掉了 你有梦想 我们可不可以有梦想啊 可以 可以 那好 你的老婆梦想是什么 我老婆梦想就是让我 能够找个二年代工作 能够跟我快快乐的 幸福的过一生 只是这些吗 对 不全是吧 现在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就是说 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如果说你还要继续这么走下去 那好 我只会带着孩子离开 所以很简单 你的妻子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 而完整的家里面 其实没有太多 所你所说的那个所谓的梦想 那什么意思呢 既然你是这个家的成员 那最基本的这个原则 你是要兼顾到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实现梦想 但是不要去建立在 打破别人梦想的基础上 如果你一直这样狭隘下去 那就相当于 你已经游离于这个家庭 游离于这个世界 你就是一个孤家寡人 所以最终的音乐 也和你荡然无存 谢谢啊 来 胡老师 作为人 首先他得有责任 作为爸爸要疼爱儿子 作为儿子要孝心父母 作为丈夫 要呵护自己的妻子 你啥也没干嘛 你的音乐里面都有什么呢 音乐里边 会参加一些情感 一些情外 你有情感吗 在我看来你冷酷无情 别人在那儿 怀着肚子 挺着肚子 收衣服 你在哪儿 你的情感在哪儿 你父亲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你的情感在哪儿 你分明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没有情感的人 怎么可能去创作呢 只能靠意想 所以不要以梦想为名 有爱那叫梦想 没有爱那叫妄想 你说呢 而且我认为想说明也没错 想要实践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也没有错 你自己一个人去干嘛 你惹别人干什么 你不要惹别人 你今天离了婚 然后就奔着自己凄惨的人生道路去 我倒相信在寒风瑟瑟里面 你自己孤家寡人一个一定能够写出很多流浪的歌曲 那个时候或许你会感悟人生的 你说呢 你写了这么多歌为孩子写过歌吗 为孩子没有 为什么不为孩子写一个呢 你看你你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2000cc的写 几乎换了一半的写了 你为什么都不为她和孩子写首歌呢 你不是有情感的人吗 所以今天很简单 我劝你们俩离婚 至少现在应该离婚 你自己和音乐尝试着过一段时间 尝试着只有音乐 没有家人 你看看你的音乐是个什么样子 好吗 就这样 好好对老婆吧 她在犯傻 真的可以离开她 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就好像你要的是幸福 她要的是音乐 你的幸福里是有她的位置的 在她的音乐里是没有你的 两个人生目标完全不同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强扭在一起呢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说实话 你说这些我也理解 我知道 我相信从这回去之后了 我答应你一定会找一个阿丁的工作 然后我在其余的时间 在业余的时间没事的时候 我会找一些灵感 唱的一些音乐 我也会好好照顾你 也请你给我是机会 我以前给过你的机会太多了 我真的有点害怕 其实这个机会你是可以给我的 我也可以做到 因为今天听语老师也说了这么些 可以说也说是醒悟了 我作为自己也醒悟了 考虑到这一点了 说的每一句都刻在我的心内 我相信评委老师所说的话 全部都做到 但是同时我也不会放弃我的音乐吗 我在一个月时间 我会创作一些音乐 回去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一对曾经相爱的人 后来他们结成了夫妻 这其中有一个人一直有一个梦 后来你发现 他的这个梦想 真实地影响到了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人生总是要做选择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感谢你的这种机会 也会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看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你 来 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你小心点 好 谢谢 谢谢 别着急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来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感谢你 这次把你的机会给我 因为我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 我不想让我孩子死去爸爸 我不想让咱们这个家庭不完蛋 你放心吧 今天你说的话 我会说到 在以后的日子就会离不你 我要好爱你 看你的表现 来 送一份礼物 广告语挺好的 药宝诗 一杯诗 谢谢 谢谢东方老师 好好写歌 好好唱歌 好好地疼媳妇 好好地疼孩子 这都不冲突不矛盾 其实能找到那种平衡点 好的 谢谢 祝你们开心 谢谢 希望能写出好课 好吗 请回吧 谢谢 谢谢两位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共同从他们的故事里去体悟一些东西吧 接下来这一对 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们看看吧 请了解 生病的时候 一般的男朋友是这样的 而我的男朋友却是这样的 回家的时候 一般的男朋友是这样的 而我的男朋友却是这样的 他挺上第一 我就得自强自力 反过来还得像男人一样哄他 我真是受够了 我说了吧 这队应该挺有意思的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 25岁来自吉林美发 女嘉宾林零 21岁来自山西 是搞舞蹈的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一个吉林一个山西 隔得还挺远 在哪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在一个朋友就位上面认识的 当时吧 我感觉他这个人挺老实的 也感觉他挺帅的 然后我就伸出手 就邀请他跳个舞嘛 结果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吃他手里面的爆米花 一把有爆米花塞到我怀里了 当时我还一乐 我这人是天安萌啊 我当时心想 他这人特靠谱也特老实 结果处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老实啊 他就是说话 说话干事没脑子 他都做了一些 什么低情长的事啊 平时我生病嘛 一般男朋友不都是 徐寒问的 端茶倒水的吗 他倒好 他说 多喝点热水 平时生病还是喝热水 我那次演进去 他还让我喝热水 我就不明白了 这热水是你加工的呀 生病了 不多喝点热水 对身体好吗 我眼睛肿得那么高 你不带我去看医生也就算了 你让我多喝热水 我干啥都让我多喝热水 那不是医生啊 我也不懂那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啊 我说你看他气不气人 有时候和他聊天 我就聊不到十句话 还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下班了吗 我就特累 我就抱怨两句 也受委屈了 他倒好 他跟我来了一句 那你多休息 我还忙 然后我就说 不行 然后完了他倒好 他聊天聊不下去了 我发一个白白这个表情 男的一般人都知道 发白白这个表情 就拿上贪圣事了呀 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睡觉 那天爱的你睡吧晚 那你工作累了 你说那什么 我要你早点睡觉 怎么了 是啊 你让我早点睡觉 没错 你说两句好话 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了表情 我也以为 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 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 我的内心想法 有一次就是 我俩约会嘛 挺开始的那件事啊 他倒好 他突然就指到 一个女孩就说 特像我前人 然后我说 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 人家太漂亮 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 你说川哥 你说 你说 你说我和前女儿 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 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 后来就分手了 你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不抽屉我真是 我再问一遍啊 以前的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她都 都有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 你前女友漂亮 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的 说的怪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啊 那我呢意思是 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还挺般配的嘛 她这个性格 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她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她剪头发 你让她给她烫头发 你知道吧 她就咬住 死咬住人家那个顾客 说人家大脸盘子 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 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嘛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 在你的大脸上 做得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迟了呀 大哥 你说她花了冤枉钱 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对 她朋友多吗 她朋友还行挺多的 那就行 但是多是多 她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 她带我去朋友聚会吗 她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她就看她那个哥们 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嘛 她就感觉挺好奇的 说看看她那个新女朋友 结果人家看见 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前脸 我长得倍漂亮 但是我感觉 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她跟她哥们的女朋友说是吗 对呀 她哥们也在方面 我好意好意 祝福你知道吗 祝福您天长地久 你那么一说 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哥们前脸 确实长得挺漂亮 对不对 我都实话实说嘛 我希望我哥们又后来找个这样的女朋友 那我觉得 找这样的女朋友 我现在我哥们都找到真爱了 那我就祝福她吧 有你那么祝福呢 你明白就去添乱了高年 你说她在朋友面前说话不注意 也就得了是不是 她在我家里面 她还是这样 我刚开始把她带我家的时候 我认为她挺老实嘛 总比那些花言巧语的男的好 她在我家里面 我爸就说 她是干什么的 她倒是挺重是回答美发的 一个月挣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说没关系 只要是还年轻能奋斗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 然后又问他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 人家就说 我今年剪头发38 明年我要减到48 你的志向真高大哥 那你想要我减到88 也不现实嘛 对不对 那我没那个能力嘛 不是 你减到48了吗 现在 我减到了 那就行嘛 他到现在都还认为 说的是 我的远大志向 就是让他减到88 人家说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减到88 你的目标也就是 20 今年涨20 明年涨10块 后年涨5块 那当时你爸也没说这事 也没说什么 就说有什么打算 我就这样实话实说了 你说人家一般的 男朋友不都是说 我今年买个车 明年后人买个房 人家就只想多远吧 所以姑娘你看 一般的你也看不上 对不对 你看这些小伙子挺好的 你父亲怎么着 就不高兴觉得 没不高兴 他当时那么一说 我爸一头雾水 我说你这孩子真实诚 那挺好嘛 是挺好 然后后来 说出来我都嫌丢人 那次我表姐 我表姐不是也顺便来了吗 但是闺女一会儿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 说让小孩子给大家唱唱歌 乐呵乐呵 刚才幼儿园学的儿歌嘛 唱到半截 我们大家都挺捧场的 这大神直接就来 就哈哈等着大笑 完全不顾我们大家的 就是尴尬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我当时还给他圆场 我说你笑什么呀 孩子唱了多好听 他倒好 他来的一句 那唱的好吗 第二都跑到国外去了 我唱就是难听 那我笑还不行吗 你憋不住 你憋不住 你就不能给孩子留留自尊心意 是吧 你说你不哄还好 你那么一哄 孩子哭得更厉害 怎么了 那你又看孩子哭 我哄一哄了吗 不行 不对吗 有你那哄哄的吗 你告诉大家 你咋哄的呀 我就说宝贝 你再唱 你再唱一段 这次我肯定是鼓励你 给你鼓掌 你真行 我告诉你 你真行 弄得我家 我家都不敢说话了 你知道 都说 你说吃完饭以后 在家 你闹得这么多尴尬 你说你下午子期 陪我爸爸 你说你好好下 你让人让老爷子呀 是不是 我就感觉 他就不会来 不会来事 我就跑过去 那么一看 我告诉你 人家一点都没让着 我爸呀 就是 我说你一哄 你挪了一步棋子啊 我偷偷告他 然后人家就说 不能挪啊 挪了干嘛 挪了你爸就赢了 你知道吗 川哥 当时我那棋子 活三死四起 竟他这么一挪 我还赢啥呀 老爷子把我 两边都堵死了 我还怎么赢啊 那你让老爷子 赢一让一局啊 是不是 你下来几盘 把我爸打的 那一头雾水啊 那我还故意说吗 我故意说话 对老爷爷有尊重吗 你这个 活宝剪得挺好 好吗 我感觉 我和他过不下去了 行 听明白了 叫人家嫌你没脑子 想跟你分手 你愿意分吗 不愿意 喜欢他吗 喜欢 他有点看不上你 你还是喜欢他 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嘛 我也觉得 你俩挺般配的 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这个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说话 有的时候确实太直了 我没感觉我说话太直啊 你那些朋友都特喜欢你 还可以啊 挺喜欢的啊 我看大家也挺喜欢你的 你一会儿让老师帮你分析分析 你应该怎么办 好吗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你别看姑娘 你对她很多的抱怨 但是你心里藏着 对她很深的喜欢和眷恋 只不过你希望她 对于你有更多的一些回应 你所期待的那种回应 对 但是后来当你发现 她的这种直率的时候呢 又会对你的性格 或者是你的这种方式 形成一定阻碍 所以你就看不惯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深藏刺 还是挺喜欢她的 所以你们之间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谈到分手 我只是希望 有一点小伙子 你不要注意 你的内心深处的你 并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够知道 哪些场合是这样 哪些场合不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跟你的女朋友 合作这场爱情 应该还是比较融洽的 好嘞 谢谢你 其实心直口快 我们很多人经常会这样讲 而我说话比较直 就别介意 其实往往我们在说话 说我们比较直的时候 也为自己不走脑子 找了一个借口 其实很多事情 稍微多闲点 是比较累的 也是比较复杂的 心直口快 在某些层面上来讲 说你比较实诚 但同时也说明 我们在想问题 想的比较少 比较单一 同时的话 也可能偏自我 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今后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 说话别那么快 第二呢 多想想 人家想听吧 第三 你说这句话之后 你想表达的意思 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吧 有的时候 你表达的意思 和别人听到的 未必是一个意思 当然我最可怕的就是 也最担心的就是 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我刚才所说的 就没有任何的好处或者帮助了 俩人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应该挺互补的 但是你追求完美 那也是不可能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胡老师 其实更多的条件下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不说 明白吗 可我憋不住啊 不要任性了 只要是个成年人 就应该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管得住自己的手 管得住自己的脚 唯一管不住的是 自己脑袋里面想什么 那是管不住的 所以不要任性 你刚才说这句话 你说我憋不住 这就是任性了 你既然知道自己 不懂得怎么说话 又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我就选择不说 我选择沉默 这样的话 会让自己多看 多想 多听 你明白吗 这么说 还明白的 女生往往很矛盾 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一心一意 一方面又希望她甜言蜜语 但话说实在的 会对你甜言蜜语的男人 他对你又未必会专一 而真正对你专一的人 也可能就笨嘴结舌了 在生活当中 总是出现一种男人 嘴巴特能说 好像看什么事都明白 活得特别的透 说啥啥都懂 特别会来事 人世间的道理 他全都懂 但情感生活一塌糊涂 虽然我不是说 一心一意的男人 就一定嘴特别笨 但是 这是一定有 相应的 心口合一的状况 心里简单的人 说话就是简单 心里复杂的人 可能他懂你想听什么 但说出的 未必是自己的真心话 所以凡事不能求全 我相信在你身边 那些会来事的男人挺多的 但他们的话你能信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但只是要懂得方式方法和场合 如果实在分不清楚 就不说 回到家里跟他怎么说真话 都没关系 但是一旦出了门 怎么选择 紧开口 慎言性 我觉得保持本真和任性之间 是有差异的 你是本真啊 还是任性啊 本真 也有任性吧 太任性不好 不要把事情推到极致 太极致也不好 去一去 回到生活里平时一些会更好 学习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虽然有点 有话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你那 我一心一心对你好 今天你来这要跟我分手 我特别的伤心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看看吧 你以后改不改 我尽量我改 改还不行吗 我说我改了 你还要跟我分手吗 我再考虑考虑看看吧 你就别考虑了好不好 再说我就是 有话就直说嘛 我感觉 我特别着急 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问你件事吧 我真的在 我的心是在你那了 我一心一意对你好 我问你件事吧 那我现在生病了 你会怎么做 多喝点开水吧 喝开水多好了 行 请回吧 回吧 我也不知道 这个女生想要的 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 来 请关门 男生很习惯 其实又说了一句 多喝开水 女生能不能包容 男生能不能想清楚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感觉吧 也许多喝热水 是一种另外的关怀 但是你能 你要是改不了 那我改 行不行 来来 站在中间吧 好了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吧 尤其 慢一点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爱你 我和一天一对你好了 所以你相信我 我会改的 我相信你 以后在外面说话 经过这大脑思考思考 有啥事回家咱们说行不行 知道了 亮灯吧 亮灯 来 送个礼物 要不要吃一倍吃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啥时候减的八十八呢 明年 好 加油 其实这个表述和性格 有的时候你看 表述和性格 说它有关系 也没关系 说它没关系 也有关系 包括踏实 务实 有梦想 当你把这些 看似矛盾的这个词 放在一起进行组合的时候 在人生进行组合的时候 或者放回生活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 就像刚才这一集 我相信每个人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希望有爱的人 能够长期的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倍诗爱情保险器 来 董老师 天天圈的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在一起一年多了 最初挺好的 我们也都见过父母 但是今年年初 他突然跟我说分手 分开一个月又发现 怀孕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论你现在爱或不爱 怀孕这个事 你都应该告诉对方 因为对方具有知情权 但无论如何 孩子不能成为延续爱情的理由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倍诗 一倍诗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我们的节目是由 海伦凯乐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的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